北京时间1月7日晚7点 中国男足将在阿联酋爱金的哈密法本扎耶的体育场 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亚洲杯小组赛手轮较量 虽然在亚洲杯开打前的几场热身在中底皮 一直在对手发阵容不断进行调整 不过相信随着大战了临近李皮心中的首发阵容已经确定 在当地时间6日的赛前最后一堂训练课上 李皮就将象征着主意的绿色背心分发给了9名队员 其中包括随李皮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国足后防核心讽小婷 另外8名球员分别是后卫张林鹏、石科和张成敦 中场球员持中国和无期前场攻击手吴磊 与汉超和高林如无意外 以上9名球员再加上门将严俊林将会出现在国足亚洲杯首战的首发阵容中 从21岁的国安门将欧全博 最后时刻被31岁的全剑门将张璐 顶替可以看出李皮重是惊艳的用人思路 因李学腾伤退而在热身赛中多次出任首发阻后围的鲁能小将刘洋将想必不会在国足首战中先发出场 而是让左又后里都能胜任的张成栋将镇守国足阻伤 此前在热身赛中曾经状态起伏 并放在板凳席的彭霄亭以再次赢得李皮信任 随李皮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塔将继续搭当时刻出任首扎中卫 他的俱乐部更有张铃鹏和镇守右终 中场人员方面由于政治首战停赛已是早就确定的事实 谁是替代38岁老队长的合适人选 相信李皮也早有答案 鲁能队长浩俊敏 无论从脚下技术、大局观还是经验的来看 都是国足镇中最合适的替代人选他 将和吴锡和池中国组成中场封线方面 于汉超拿到绿色背心 让人稍感意外证明恒大飞翼 在此前的热身在中军市作为替补骑兵出场 富有冲击力的 他将顶替此前的主力首发机应导 于高林和吴磊 组成攻击三人组国足VS吉尔吉斯斯坦 预计首发门将严俊宁后卫 张成栋、石克、冯潇亭、张铭鹏、中场池中国 郝俊敏、无锡前锋 于汉超、高林、吴磊副国足23人大名单 更多及时足球资讯 欢迎关注头条号球顶足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